由徐凯,吴锦岩领衔主演的古装励志美食剧,上时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天内拿下如此之高的播放量,除了剧本足够好,浮道化和演员演技的加持也是不容忽视的。 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在于,徐凯在这部剧当中的演技是真的得到了提升,从头到尾都表现得十分自然。 虽然,上时是原创剧本,此前并没有与之对应的文字作品产出,但是只需看剧中人物的名字,便可以将接下来的剧情走向才个八九不离十。 下面就来说一说,上时结局,朱瞻基当上皇帝,姚子津注定悲惨的原因。 朱瞻基当上皇帝,上时是以大明永乐年间为背景的而进行创作的。 历史上这一时期的皇帝名为朱棣,永乐是他在位期间的年号。 朱棣有三个儿子,暗长又次序排序,依次为朱高赤,朱高熙,朱高岁,分别对应剧中的太子,汉王,赵王。 显而易见的,无论是从姓名上来看,还是从封号上来看,这些人物角色都与历史上的那些人物角色大同小异,无甚差别。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,近年来,广电队跟历史沾边的剧,过审要求极为严格。 既然,上时,用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真实的历史人物,那就说明这部剧的剧情以及结局应该都与史实相照应。 就拿剧中男主角朱瞻基来说,历史上,他是明成祖朱棣之孙,明人宗朱高赤长子,明朝的第五位皇帝,并且还极为受皇祖父朱棣藤爱,曾数次帮助其父在生活和朝政上反击汉王。 而在剧中这一桩桩,一件件,全部都与这部分历史相吻合。 所以,不难推测出朱瞻基将会登上皇帝的宝座。 最为重要的是,根据该剧宣发时所用预告片的《朱丝马迹》来看,朱弟,朱高赤死后,朱瞻基确实是成功登记称帝了。 姚子金注定悲惨,姚子金出身卑微,朱瞻基是本剧男医,姚子金是本剧女医。 在如今的剧情中,无论是朱瞻基还是姚子金都已对彼此情根深重。 然而,姚子金的性格太过要强,身份又太过卑微。 她一个没有靠山的宫女,想要名正言顺地嫁给朱瞻基本就很难了, 剧中的她竟然还时不时对朱瞻基甩脸色,可见他们二人的爱情必定是一段虐恋。 朱瞻基是剧中老皇帝朱弟之孙,依照历史而言, 她会成为明朝又以皇帝。 而在明朝的历史上,朱瞻基的两任皇后一位姓胡,一位姓孙。 可是女主角既不是胡姓人家,也不是孙姓人家。 依照历史来看,姚子金可能无法跟朱瞻基在一起。 还有就是哪怕她改姓为孙,真的跟朱瞻基在一起了, 她也幸福不了多久,因为朱瞻基年仅36岁,便一命呜呼了。 上时对明朝历史的十分的尊重,所以朱瞻基一定会当上皇帝。 只不过因为考虑到历史上的朱瞻基只活到三十多岁的缘故, 所以说本剧女主角姚子金的结局注定悲惨。 毕竟朱瞻基一死,姚子金的结局不是给朱瞻基殉葬, 就是给朱瞻基守寡。